宋青今年已经有五只大熊猫生了八个仔仔了 但是公开亮相的 好像只有盼青和喜豆的两对双胞胎 而且盼青的两个小公主出镜是最多的 老大的这个小粉猪鼻子 而且墨水超级多 还戴着小口罩呢 跟秦华小时候比较相似 所以这两个小公主 跟七宰家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啊 盼青的第一胎女儿是青花青鹿 花楼水的长相也是与众不同的 尤其是青花 怎么形容呢 就是随时看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 看着永远都像没睡醒一样 今年生的这两个小姑娘 是盼青的第二胎 这个是老二 看起来墨水也挺足的 盼青的这两个仔仔还是比较好认 因为老大戴了口罩 老二没有带 两个小姑娘看起来眼圈都很大 都是龙眼系的 长大之后肯定又是两个大美熊 居心天团韭菜花也小时候 从右到左一次是叶子 花花 艾鳩二狗 艾鳩是一直对花花的小团兔比较感兴趣 而在最左边的二狗 一直在想到怎么逃走呢 叶子妹妹不愧从小就是运动健将 一直在原地扑通扑通的 叶子已经在原地旋转好几圈了 同样在雇佣的花花 好像一直没有移动一下 四小只的颜色也好有特点 花花和叶子白的发光 二狗和艾鳩却是黄黄的 几次三番想逃跑的二狗 又被奶妈发现给推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